在福州有这么一道菜 不管是红饰白饰 只要是大饰 宴席上都能吃到它 被视为一道大饰 在它面前 龙虾 鱼翅 佛跳墙都得靠边杖 没错 它的名字叫做太平宴 其中肉宴的宴皮 是有一整块猪肉 经过千排瓷炊大制成的 而且绝对不宁愿搅热机 搅断了猪肉的纤维 就弹不成能打一张了 水的手都费了 年限还不够 对于是茶了茶 还需要加入碱水和糯米糊 这样就需要把铁铁铁 才够的薄而且硬性 继续除不吹大 来碱水和糯米糊充分的融合 你们看 细腻程度完全不一样 用刮板抹开 可以抹得很薄不薄 接下来就是赶包 这也是有技巧的 先安再赶 期间要不停的撒粉 以免粘粘 大约还有一点硬货的时候 就要把雁皮搅在一起 再次进行敲打 就像打铁钢钢一样 力度要精神抑制 将其中的折纹打铁 一整张保有长腿 甚至可以脱脏的雁皮 就做好了 将雁皮切成长条 搅在一起的形成正方形 因为感情 这居然是用肉做的 内线的控方 我刚才也用上了 经典的葱香口味 大法最简单 一半一年就好 我平时做的比较多 就会先生一点 整人要吃的时候 下身煮不下就好 那些就是太平 也许需要用的食材 这才应该用鸭蛋的 因为鸭蛋在普通话里 有个鸭蛋 也就是太平的意思 而肉业的几足 就是太平衡了 汁水在操作上 正高的地位 全是它里面包含的辣度 肉业吃起来的 骨干和骨肉完全不一样 它的骨头吃起来 滑脆有味性 吃的时候有 一样的感觉 非常的爽口 快 就给人家一等你吃吧